美国的NASA 想要跟中国借月壤来研究 结果当时呢 我还在说 威尔逊这个局长 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 怎么这么有把握呢 因为他说他认为中国会借给他 结果呢 我就说 真的可能吗 那个沃尔夫条款呢 对不对 我记得那天 蔡委员坐在这边还说 对 我讲到重点了 就是那个条款 好 结果现在答案来了 这个呢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王军强先生 他就说中国不借 而且是什么原因 他说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 然后呢 他说越壤是需要 一系列严格审批流程 超高规格研究要求的 不是你要说借就借的 不要觉得给你就你的了 因为这个还是要还的 好 所以呢 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美国我怎么觉得 那个NASA的脸 尤其是这个局长的脸 好像被打得种种的呢 韩冰 这个就是NASA的局长 他自己大话说太早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私下沟通 私下沟通 如果你一开始私下沟通发觉碰壁 不讲话鼻子摸摸 没有人知道你糗 你自己要话先讲 那就必糗 糟糕天下 因为这种东西就礼尚往来嘛 如果你今天是你们自己先谈好 你们把沃尔夫修正案取消掉 说这个东西要 我们为了表达善意 我们先取消掉这个东西了 那我觉得中国就有可能会见你啊 是 这不就这样吗 那你沃尔夫修正案不取消 你们单方面的就是对中国大陆 进行各种各样的抵制 然后不想跟中国大陆做太空合作 可是中国大陆去越穷弄越远回来 你又想要跟人家要 那怎样好处都归你 那坏处都别人的 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 基本做人原则都不懂 就是你要别人对你好 那你也要先对别人好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对人家都是坏 那人家为什么要对你好 中国不是跟你 不是跟你下大 也不是跟你欺负长大 所以我觉得你要 我认为将来还是有机会 就是如果你美国愿意释出善意 你把沃尔夫修正案取消掉 我认为将来还有对谈 不然的话 你们自己美国人不是 牛也吹很大吗 你们不是要从百月球 自己去挖吗 而且那个王军强先生 他有讲说 这个千万不能随便借 都要严格的审批 看你有没有那个条件 他说否则的话 一旦你这借出去 这个越壤造成任何的损害的话 研究人员恐怕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研究 会不会拉入黑名单 这当然正常 这也不是说对外国人 有这种限制 他对自己本国人一样有限制 所以他也要跟本国人有交代 当然就是 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珍惜的物资 我好不容易才从月球弄回来 就这么一点点 那所以呢 每一个你当然就要签下很多切结书 然后你要保证他 绝对能够完毕归照 就不能够让他有任何损失 那如果说被你一弄去 把他搞掉了不见了 或是把他做了其他方面的处理的话 那当然以后永远把你拉黑 你这辈子再也不要想借任何东西 这个很正常的 好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事态发展 大家意外吗 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啦 但现在来了 我们要看的是 真正要面临到考验的是 美国 美国接下来要投票了 投票之后到底谁能胜出 是川普还是贺锦丽呢 大家都屏息以待 那我要先来看看 现在目前呢 根据美日邮报啊 还有JL Partners的民调 说超过25%的人认为 不管是谁当选 都会乱都会发生骚乱 甚至还有一成的人在担心什么呢 担心的不仅骚乱啊 是内战啊 真的这么可怕这么严重吗 好那但是呢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今天川普就在这个倒数计时的关键时刻里面呢 他却在那里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忘记那2020当时败选啊 因为呢他认为说当时是什么 他的选举是被偷走的 是应该呢要怪 是要怪别人了 还说自己根本不应该离开白宫 所以是因为当年选举不公 好那所以换句话说 那这回难道他也要暗指 不排除如果是他输了的话 就是因为有舞弊吗又是旧事重演吗 结果现在呢川普的支持者 当然也很焦虑很担心 如果川普那选举都曾经在2020被偷一次 难不成这次要再被偷第二次吗 所以有人就讲说 我那什么什么啊准备好了 这个准备要怎么上唐了吗 枪以上唐 然后川普这边呢就说 当然是希望催出 所有支持者的热情 大家一定都要投票 可是真的有民众受访 因为他挺川普 就说这个恐怕川普 如果败选的话 真的会发生暴动 那这个事情可就严重了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街大使 大使你怎么看 第一川普现在真的是岌岌可危吗 本来不是说他其实民调稳稳的吗 然后还有真正的关键在于 乱与不乱的问题 真的川普一旦输了的话 不管输多少都会乱吗 大使 其实现在我们好像假设说是 共和党的选民比较激烈 不要忘记川普选举中间就被挨了两枪 挨了一枪 那另外一枪还没打出来先被抓到 那些打他的是共和党吗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没有说今天你是共和党你就不这么冲动 你是民主党你就不这么冲动 两党选民差不多的 都有激进的分子 都有非常激进的啊 民主党要激进起来的话 他们代表是草根继承力量啊 只是现在美国有点奇怪 就是说这个川普共和党的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很奇怪 不是那些这些社会的精英啊 而是也是很多草根的 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双方的选民的同知性还蛮高的 那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说 美国这些媒体在做这些做这些民调 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后裔真的会很强 双方的选民都认为自己的候选人是领先的 对不对 民主党认为哎呀我们还赢的 我们现在还不错 总体我们还 ABC还赢三个percent ABC News 对对 对不对 昨天才公布的 那做出来以后 如果贺锦丽说话 我问你 看ABC选民会觉得 那一定有问题 对对不对 那这个支持共和党的 也没有看到这些民调说 今天川普就稳胜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这些媒体 还有这些 这些有 别用心之势 以为就是用这些民调 可以对选举造成结果 我觉得对选举造成最大伤害 就是现在的民调 两边都认为自己候选人是领先的 那出来总不可能两个都胜吧 对总会 输一输一胜输的方面 绝对会觉得对方有问题 然后美国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 说美国选举都不会作弊 那是绝对是错误的 美国人都守法 美国人都怎么样 美国从上到下都什么 奉公守法 规规矩矩的 如果美国是这种社会的话 他监狱不会关200万人 美国不会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面 这个社会就是很乱的 而且是不平均的社会 你到美国好的社区夜不庇护 你是住到天堂里面去吧 那是那个community 对不起你到另外一个community 里面你自己小心一点吧 一颗子弹就从你脑袋中 上面飞过去了 这种地方也照样办选举 他也有投票 也有投票所 那如果这个区里面 都支持一个党的话 那他会让这个选举 让他不支持的党的票 会正常计算吗 所以美国人都知道 他们这个选举有问题 只是你要不要去抓 要不要去抓这个证据 你说川普是不是深信他被这个 他的当权被做掉 他是深信不疑 对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深信不疑 你不能是因为川普深信不疑 他就是错误了 美国这个社会 没有你想象到那么好 那么上轨道 那么守法 那么自爱 那么好有效率 他所以这个东西 6月5号 不是11月5号投完票以后 你能11月9号 11月10号开出个结果就不错了 这三天很危险 是 这三天很危险 对 你想想看上一次选举 美国的最后的一个 一层一层的 从州里面到了联邦 最后让怎么 美国的两院 国会两院 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说 谁是当选人 他们来认可 你记不记得 上一次四年前 就是1月6号 国会要开会的时候 川普的民众就去把 把他国会给砸了 就是不信任嘛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选举前 这个对立 那要比1996年更强 以及比2000年更强 这双方都极度不信任 比四年前还要更严重 这种分裂的仇恨的情绪 然后选举 选举以前已经两次了 两次川普耳朵不包钱忘记了吗 然后去打高尔夫球 也被人家拿着枪等着他 这一次真的10%的人 这不是空穴来风 他是认为打内战 会动乱的有25% 这个是很高的 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认为 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见 那可是来我请教一下大钟老师 我们来看看今天当美国的选情 这么样的激烈 那目前已经是什么 最后关键了 可是有蛮多的民调 其实或者甚至是一些 舆论的发展评论等等 其实还是还蛮看好 共和党的选情 不要说是川普很有机会 其实连参众两院 预料都渴望拿下 甚至还有人讲到说 可能要变天 那共和党大佬麦康诺要卸任的话 那谁会来接他 像这样的一个评论 不也都产生了吗 都已经在讨论下一位 但都说参众共和党都拿下 所以如此一来的话 其实共和党的人 干嘛要这么焦虑呢 或者说共和党的选民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然后在此同时 我们却看到的是 没错他们就是紧张 他们就是焦虑 他们就是有一成认为 可能有内乱 甚至连华尔街也在担心 金融圈也在严正以待做准备 做什么呢 交易部门说通宵要运作 而且还要请香港跟新加坡的 Team来帮忙 是要做什么呢 什么为做多美元做空公债的川普交易 做好进出准备 这到底是在准备什么呢 老师 因为美国选举在大家太关注了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 参众两院其实也要选举 因为众议院435其实全部要选 因为他两年一次 那参院有34席要改选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分析是不同的组合 总统参众两院的多数的状态 但是目前来说以众议院而言 因为目前共和党的多数是微弱的 但有一些民调做分析说 共和党在有望拿下206席 民主党203 你看多么的接近 只是小领先三席 选而未觉得无法判定26席 但一般判断可能共和党稍有优势 这是众认 参院目前民主党的优势也就是这么一席 所以再选下去 所以很多人说也许参院也会翻盘 所以这种不同组合代表说 美国现在是不确定很高 不确定性很高 大家非常忧心 刚刚有特别讲到说 假设总统有可能是共和党选上川普 那川普的支持者为什么我们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说 美国算是三权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但是行政权还是非常大的 它的主动性还是比较强 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 谁当总统比较关键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刚刚有特别提到 因为现在的民调各式各样都有 但是基本上从九月底到前两个礼拜开始 突然感觉说共和党 看好它的民调比较多 贺锦丽好像那个优势慢慢有点往下坠的感觉 说它蜜月期接收了 但是最近有包括 带有三份民调有点独排中印 包括刚刚讲的ABC 还有经济学人跟CN 其实他们理由也非常的特别 经济学人说 经过他最新一次的统计做起来 贺锦丽的胜率往上走 现在跟川普事务伯伯他有他的解释 他说因为他10月30号纳京到五六十份最新民调 因为快接近选举任何蛛丝马迹的变动都会影响到选举 这他给的解释 但很多人不相信啊 那CNN更有趣CNN说 你们都说川普会低估 但他告诉你说历史上 美国民调机构也不是私塾的 很少连续会低估一个候选人三次 通常选完都会做修正 2016年2020年 所以不太可能 第二个是如果根据2022年的其中选举 被低估的应该不是川普 而是贺锦丽 所以我觉得麻烦的地方是 当双方支持者都认为我要赢 尤其川普的支持者那最后结果是输 在一片赢的氛围是输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四年前的状况 对对所以呢 现在你说看民调 这当然是大家最习惯用的方式 或者是说看选情的温度 谁比较热 当然你也会去参考 这个民意的调查结果 那或者甚至呢 也有一些所谓的知名的预测分析专家 不论是学者或甚至是从 经济的角度等等 可能都会去计算他的模型 然后把它算出来 说到底谁的胜率比较高 可是韩冰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些指标 可以看 但你知道还有个义乌指数吗 这个所谓的另类的 这个参考选情的指数 是川普比方说 他相关的商品非常多 帽子啦 T-shirt啦 旗子啦等等 非常的齐全 所以这个只要说 这个订单下的多 卖得好 这就代表说川普的选情比较热 在Amazon等平台上 川普周边的商品数 还是贺锦丽的两倍以上 所以从现在这个现象来看的话 今年如果来参考义乌指数 那是不是足以判断 川普他的选情比较热 这个恐怕很难讲 因为他之前2016他是准 2020他就不准 因为川普一直以来 他的周边商品都买得不错 然后他的支持者也都很狂热 会去买一些东西 还真的愿意买单 其实他的支持者真的很愿意 去帮他买一些东西 然后他的团队也比较会想一些 周边竞选商品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然后也都卖得不错 但是很奇怪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上一届2020的时候 他进了一些川普的商品在台湾卖 就卖得很好 是是卖给那些喊着我穿威武的人吗 对类似这样就卖得很好 可是今年很奇怪卖得很不好 今年在台湾卖得不好 然后所以台湾今年好像整个风 风气转变很多人不需要用川普当选的样子 当年那些狂粉也都不见了 所以今年他 他进了一堆川普的货 不知道卖给谁 他到现在卖不掉 那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那可是你说一无止数准不准呢 如果双方的支持者同样都很狂热 那当然就可以藉由这个去比较一些东西 但显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这边 热度本身是蛮高 所以他的商品一直都卖得不错 可是你说到最后一定是 呈现说一定是 川普这边支持者更强吗 其实未必为什么 因为你看川普已经到他两倍以上 那呈现在民调上 双方现在是五五波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准确 我觉得还是跟双方对商品的发想 然后一些周边支持者买单有比较大的关系 跟这种仇中反中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关联呢 因为在今年你看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说 如果当选的话要对中国怎么样啊 怎么样克根关税啦这种情绪 所以是不是可能因此就光是下单 都不太愿意下给中国大陆的义乌 其实义乌据说他们虽然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是听说生意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恐怕没有意识到 他买的那个东西是中国大陆做的吧 我觉得很多因为就一般人买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去看我买个帽子我买一个 我买一个那种什么加油棒或什么东西 你怎么会去看 Made in China或什么 没有人会去看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支持者在买的时候 大概不会去在意 蔡英文以前不是一样抗中宝台 他的那时候的竞选小物 大部分也都是中国大陆做的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刚才好这个大使就越讲有点越火气了 上来了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美国就真的一定都很手法 都很有效能 其实美国未必是跟你想的那样 但是你说选举是不是真的有舞弊 有做票之嫌 大使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还真的就有共和党人说你看你看 就说一定要用什么纸本投票 一定要核对身份 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不做 你看就流出问题了 根据报道密西根大学有一位19岁中国籍的留学生 被控非法投票 即使嫌疑人在美国合法居留 可能都会被驱逐出境 那但是大家就非常的好奇 就说那这个中国的留学生 他为什么居然是可以进去什么 进去投票 因为他有登记 一定要有登记才能够去投票 结果根据这个报道里面就有提到 说他是男同学 密西根大学学生 周日投票 那么他是填写当天选民登记表 用了大学的身份证 还其他的文件证明 他是住在安纳堡那个地方的 但是就很奇怪 因为没有任何的识别讯息 结果就变成说让他去投 投了以后又知道说那他不服资格 那想要把他投下来的票找出来 也没办法找 因为根本你也不知道他的是哪一张 所以就变成他的票已经投进去了 那有专家就说 非公民非法投票情况非常的罕见 一旦发生通常很快会被抓获 但是也有人就在那边讲了说 哎哟你看这是不是 中国大陆在介入选举啊 连这样的理由都能够说 可是问题是你的选举制度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检讨呢 介大使 我跟你讲这个他的地方 叫Michigan Ann Arbor 是 这是Michigan最好的大学 U of Michigan U of Michigan 好学校 他非常好学校 我去过校园漂亮的不得了 在中西部叫Big Ten 这个是美国很好学的 那Ann Arbor是非常上轨道的地方 也会发生这种事 很难想象 那你可以想象其他穷乡僻壤 或者都市所谓的这种深 美国这种城中心的那些 已经整个失控的地区 他也要投票 这么好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事 那这个原因当然要查啦 他为什么他可以投票 你这个审核机制是什么机制 对不对 那你是用电子的呢 还是用纸本的呢 都很难说 那现在网路上这些事情一大堆啊 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位 他用视频照出来 说我明明点的是这个人 结果出来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机器投票有问题 对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case 对不对 他说我点的 我明明点的是候选人A 给我出来就是一直B 对 他在网路上把它放出来 那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危险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也是过去 他长期令人诟病的 很多州也算不出票来 这个很麻烦 像这个 像这个当时这个 好几次啦 好几次 这个当时小布希 对不对 他当选的那一次 我记得是不是Florida算不出来 Florida结果他州长是他哥哥 结果还好当时的那个 那个Gore Wise President Gore 他有风度 对 算算他说我接受 他没有再继续追 他如果换了像川普这种个性的话 怎么可以呢 出问题之后就是你候选人的老哥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就 你要必须要 我们都有一个假设 美国世界最强 美国老百姓数值高 对不起 这两个假设 你都要把它推开 我告诉美国即使是 高如众议员参议员 作假 玩花样 欺骗的话 那手段更高 他每天就要玩这种游戏 他刻意要去搞这个的话 那真的是抓不胜抓 这个选举最危险的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两党 这些媒体 因为自由派媒体 他总是要把这个 把贺锦丽的民调撑在那边 还给他撑这么高 好吧 现在势均力敌 就麻烦了 麻烦了 就麻烦了 韩兵 那你看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自己的选举的制度 就拿着身份证 有的要带一个印章 然后要核对 对不对 还甚至是不止一关 还要核对两关 然后你才能够进去 然后一堆的规定 这个怎么好像是如如无人之境一样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不合法的投票行为 但是他的那张票 却是什么 却是有效票啊 因为反正也找不到了 也抽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刚刚有网友在线上 还帮我们在留言 就说有报导指出说 那个人还是自己讲说 他投票了 然后所以大家才知道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那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而且大家很好奇的是说 他到底是投给谁 老实讲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他说他投给谁 你要信还是不信 这个人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票你想不算也不行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你这样就妨碍秘密投票 那老实讲美国大选的事情 其实乱七八糟一大堆 只是你说这一个案子 你就把它说是中国戒选 也太好笑了 这个人他自己承认了 他自己告诉你他来投票了 那实际上美国这种怪怪的一大堆 有一个家伙 他说他投了川普六张 他现在被抓 不知道真的假的谁知道 但你自己多水吧 你就被抓吧 那因为美国的选制其实很糟糕 我老实讲很糟糕 我们先不要讲他那个 为人诟病的选举人制 他光投票的方式就好多种 你又可以邮寄投票 对啊 然后又可以提前投票 然后又可以现场去直接投 然后他们投票又用投 有的是用投票机 那投票机就像我们以前大学联考那个卡一样 然后弄上去 对啊 然后你以为投票机就比较不容易出错吗 错了更多 刚刚疫情不就讲了吗 我要选A他就给B 然后要不然就是整个无法辨识 要不然 因为我们以前大学联考就常发生 就是你图了 你用那2B签笔图了之后 他感应不出来 或者感应错 也是会有啊 所以他用那个机器反而把整个事情搞得更复杂 而且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知道机器是最容易动手脚 嘿嘿 他在机器核动手脚 请问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对 所以这每一次美国大演其实都有很多争执 那更不要讲这次有好几个美国 美国他们那个投票箱直接被人家放火烧了 嗯 是的 就是这样子啊 确实 所以乱七八糟事宜大灾 每一次美国选举都有很多纷争 所以这次马斯克才讲我们为什么不学台湾 台湾还比较快6个小时结束了 那当然情况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地方比较小 对 对啊 但是呢即使是台湾我们也是骂了个半死 我们还是大家都在怀疑作弊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弊的事情恐怕无解 美国的方式真的是更糟而已 对这就是选举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啦 然后可是呢 大家也得要面对的就是选后的结果 现在刚才呢我们在谈到了说 没有人知道到最后一刻到底会是谁 只能够到时候看看 秉息一代希望不要乱才好 可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开始在紧张吗 美国的盟国在担忧吗 如果一旦是川普了的话 他们怎么办 德国的防长那么样的亲美吧 这位防长说不论谁当选情况都会变 对欧洲对德国都有影响 美国对欧洲安全投注一定会减少的 所以欧洲要提高自主防御 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 那我就好奇请教一下大总老师 那所以欧洲军就要成立了吗 马克宏的梦想要实现了吗 我觉得可能想太多 因为从战后的历史可以知道 因为欧洲统合里面 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欧洲自我防卫意识 然后要制造属于欧洲的这个自己的武力 早期是西欧联盟WEU 那后来有各式各样的设计 从德法联军开始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就是每当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还是要仰赖北约 那北约是谁领导的呢 北约当然是美国主导 因为它是跨大西洋两岸的联盟 一边是加拿大美国 一边是美国的欧洲盟国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类似的说法 欧洲说我要靠自己 但是每当有真正试炼的时候 就发现美国不可或缺 那其实这些欧洲国家 当然会很担心川普 因为川普过去的记录 他上任之前就会敲打盟国 他最在乎的是防卫 防务分担不均 资助比较 你们都把美国当成是搭便车 你们自己在节省国防预算 让美国来负担 那这一次其实在选前 有好多这样的一些讨论 包括被认为是川普 重要的幕僚 甚至讲说要分极致 你付多少钱享受多少的一个对待 所以这点就被拜登打了个小辫子 一直攻击川普说 川普无力去维持 这种重要的一些防务 还有这么重要的北约 最后再举个例子 大家回忆一下 2016年11月份选完的时候 其实当时全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 包括日本都说一个大震撼 风雨飘摇 所以当时的安倍首相还趁着去APEC开会 特别飞一趟纽约到川普 当时川普只是总统当选人 在川普大楼里面 见川普给川普的女儿女婿 是代表什么 大家怕川普 所以川普在有些时候 他的外交手段 可能还是蛮有用的 借由敲打 然后达成他这个外交的目标 但是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会不会川普重新回归 对 所以会觉得说 到时候川普一上台的话 他们这些盟国的压力 才会更大才是 那介大使 可是现在如果中美来做个比较 这位前总统 柯林顿任内的助理防长 他在这个书中写到 对美国前途依然保持着乐观 美国在这个世纪主导地位 跟20世纪不同 最大的威胁 其实并非中国超越美国 那是权力扩散 会制造混乱 或者是导致一事无成 这个才是他挑战 那他提到说 其实美国至少有5个优势 而且还说是长期优势 那么这里面讲到的这个5个 比方说美国有能源的优势 美国有跨国金融机构 美元的国际角色 美国因此都拥有权利 谈的当然都是一个 美国金融霸权 还有他提到了一些科技的领域 美国还是走在前面 美国的人口方面 也是具有相对的优势 但是他提到的是 美国有两大洋围绕 而与两个友好国家 仅邻的地理条件 但中国它是跟14个国家交界 而且还跟某一些国家有纠纷 这是他认为美国较具优势的地方 但中国现在真的是跟交界的国家 还有纠纷吗 最近中意的关系不是获得和缓了吗 大师 这个想法是很传统的美国学者的想法 跟川普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川普认为所有的问题出在美国自己 他的优势是美国自己没搞好 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个边界门户大开 让各国的囚犯 这种罪犯来大闹美国 第一个问题先把美国的这个边界给他弄好 然后里面在围乱的这些 所谓的那种委内瑞拉也好 钢果的囚犯都赶出去 所以呢就解决问题了 这川普的看法 第二个呢 经济来讲的话很简单 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 那为什么美国都在占美国 是因为美国的领导人都有问题 他说过他上任第一次上任 把很多签的这些贸易合约拿来看以后 他说这个签这些条约的人 不是怎么讲呢 不是他是corrupt 就是说他是有这个 他有个人利益 就是他是个笨蛋 他说只有两个可能 也就是说 美国让全世界的人都占美国便宜 所以他上来认为要把美国强 第一个我把这些坏人都赶出去 第二个呢 我把这个跟各国做生意 变成怎么样 在商言商 你不要占我便宜 那他说其他人占我便宜 都是因为美国出了一些笨蛋 就是从前面的总统跟那些好 要不然就是自己想要赚钱的 所以这些人是corrupt 有可能是这个好 就是有贪腐的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川普看的问题是这样 那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 我们不要一直看他对中国如何如何 或者是对台湾如何 他是全球性的 川普前两天还在讲说 我对中国大 可是可是 他说欧盟的问题一样 他说欧盟跟中国一样的坏 这句话 你要听在欧盟 欧盟就听 他不会只说中国 他听欧盟 为什么 因为他们贸易极不公平 尤其在农业 在很多工业产品上 还有很多贸易的项目上 他们都不让美国产品进去 可是他们的产品都要卖到美国 还有 还有 日本也给我小心 我跟日本讲过了 为什么 我们让你日本的车在我美国 到处都看日本车 我到日本看不到一部美国车 这也是他不买的地方 所以呢 今天不是我们在这边认为 川普上来对我们有多大问题 川普上来他是全球性的 现在欧洲紧张的半死 对不对 那这个日本也紧张 印度更紧张 所以呢 人家都已经在做 印度为什么跟中国大陆交好 为什么 这是印度主动的嘛 他挑起来了 然后他要结束 为什么 因为俄务战争开打以后 美国已经对印度极为不满了 极为不满 他绝对不会允许印度那样子对着 对着俄罗斯 那样子跟普丁这样子互动 所以呢 印度很简单 我不跟你美国当面冲突 我基本上 我跟中国大陆和解 对 这就是对美国的这一校 对印度的施压 最好的答案 对 所以很多国家都知道 这个川普上来的话 这个世界的整个问题会转 是 所以呢 我认为 中国大陆承受的压力 有几乎三分之二会被 日本 会被这个 会被欧盟 会被韩国 通通分担掉 拜登所有的压力只放到 不断地集中在中国大陆 不断地放在台海 所以 这个是我的看法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